畫作上年輕女孩邊流淚 另一隻手依然奮力直向遠方 她是高中生小君 由爺爺奶奶帶大 由於家評 爺爺每一天給她50塊錢生活費 她都省吃減用存起來 熱愛藝術創作的她 艱辛而努力地追夢 設計或漫畫或插畫這樣 與其在那邊悲觀探習 不如就是往前走 你停在那邊還是停在那邊 別人都已經走到前面 但你還是停在那邊 幫忙都給她錢 一點點收費 還有吃的東西 像米 油 所以關鍵都會好 不過剛上大學的小新 就沒辦法跟小君一樣 往夢想前進 為了節省開銷跟照顧爸爸 只能放棄到外縣市 念國立大學的機會 像這樣弱勢家庭的學生 不管是升學或就業 多半優先考量生計 很多人卻也因此缺乏未來的競爭力 擔心或者是家長有一方是生病的 或者是隔代教養 那我們很多孩子是要被迫提早成熟 成為小大人 他要照顧病人 要分擔家計 那家務等等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的高中子的孩子呢 有一半以上呢 孩子在準備功課一天不到一小時 根據資料庫顯示 28.5%的弱勢學生 覺得現有的環境跟能力 只能夠允許自己讀到高中 有六成七的學生由於經濟因素 升學管道被限制 幫助弱勢家庭 家府基金會呼籲民眾 能夠以長期小額捐款的方式 支持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 讓他們能有機會安心成長 自立自強 記者 古才用 西方報道